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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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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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没有发现 继续找 全车找 好 小周哥 一车箱一车箱都给我找 看看有没有车位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管管 还有两分钟就开车了 怎么办 找到陈辉没有 没有 你能确定吗 我们已经一车箱一车箱的都找过了 确定没有 下车 停止行动 那这样 冯志摩要是跑了 执行命令 半小时后到我的办公室 转发 收队 收队 全部下车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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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管 冯志摩大案人证物证俱载 为什么放他跑 再说了 大伙辛苦小半年了 他这么一跑可什么都白费了 动了他鱼池就干了 但是人跑了 这里可是什么鱼都没了 我有预感 只要陈慧还在江汉 冯志摩一定会回来的 你放心吧 出了问题我担着 方叔 冯官 方叔 不好了 怎么了 陈慧丢了 在冯志摩离开二十分钟以后 陈慧消失了 我们的人借口查查证证 进去发现连行李都没了 我马上去广州 把他给堵过来 站住 管管 把冯志摩抓了 最起码电子组 三岸可以了解 他这么一跑 不但影响了他的案子 可能会影响到 上面对我们 行了 不要说了 张怀兵太有本事了 已经正确了 你好 张总 电话 谢谢 你忙去吧 你好 菊总 我在健身呢 没事儿你说 你太客气了 东方的事你放心 我会尽力 咱俩家的事一揽子谈 你下午有时间吗 这样 我登门拜访 我恭候大家 下午见 小长 你过来一下 书市长 给居永昌打电话 让他马上停止 与高地集团的合作谈判 告诉他 东方的账务 存在着严重的问题 请他立刻过来一趟 好的 张董事长 咱是这样啊 土地 厂房 技术设备 我们来冲 好吧 可以 资金这部分我们回集团也讨论了一下 草拟了一个投资的合作协议 都发表到诸位手上了 咱们大家讨论一下 等一下啊 对不起 喂 喂 举总 您在哪儿 我现在正和红图谈判 准备合作呢 是这样 有一些突发情况 书市长要求你们谈判终止 请您下午到书市长办公室来一趟 好的 举总 这事你可得帮我兜着 你不能见死不救 你捅了这么大的娄子 我还怎么兜着 举总你知道的 那些钱可都是用在厂子里了 我那是救了厂子一命 我有功啊 行行行 什么也别说了 你知道你犯的是哪一条吗 千错万错 你不该在这个时候出事 都乌着 行了 咱俩谁也别推脱了 该担都得担着点 听天由命吧 一个堂堂国有企业的掌门人 居然以走私手段 偷漏税一千多万 你这是吃了豹子胆了 书市长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这个事 我们引进第二条生产线的时候 金东明瞒天过海 做了手脚了 我不知道 你这是窝犯 金东明一个人绝对干不了 俊永昌 你给我说实话 到底有多少人参与了 你这是包庇 是窝藏 你需要把东方集团 变成走私集团呢 书副市长 我 我不会推卸责任的 但是我想让你知道这里的实情 在我们东方最困难的时候 是金东明拿出了那笔钱 给工人发的工资 他等于救了我们东方了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我知道了这个钱的来路 但是钱已经都发下去了 我就把这事压下了 我也是糊涂 实在没辙了 我是 你再没辙也不能触犯法律啊 是 是 是 书副市长 我 行了 你已经触犯法律了 做好准备 等候处理吧 等候处理吧 好吧 好吧 还在为官里的事犯愁啊 也不是犯愁就是有点别扭啊 是汉生的事 那个谁啊 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破案上 弄得我们的江汉海关啊 快变成公安局了 那也没错啊 集思查税 本来就是你们的重头戏啊 我没说他错就是有点担心 总有一天 我也会变成他的怀疑对象 你信不信 我可管不了你们这些烂七八糟的事 你也遇上棘手的事了 事多了 跟你说了也没用 还是东方的事吧 不是跟红图合作了吗 还有什么可烦心的呀 我明白你就别问了 累了 睡觉吧 出来 这么早 有事啊 你跟东方的合作进展到哪一步了 已经谈到股权比例了 尽快退出来吧 为什么 有一些原因 可能会影响到合作的基础 我要对东方负责 也得对你负责 尽快退出吧 能告诉我具体的吗 恐怕不方便说 其实那天在东方厂 我好像就预感到什么了 不告诉我也没关系 说实话 不管什么原因 我都不会退出的 知道我 与东方厂合作的第三层意思吗 因为你 书兰 你已经被这个烂摊子困住了 你是我的战友 我怎么能退出呢 告诉你吧 告诉你吧 东方集团的副总 配件公司的总经理金东明 为东方走私 偷漏税一千多万 东方受此牵连 会再次陷入绝境 那让他们赶紧 补交税款呢 要不然东方真的完了 说得容易 我已经做好一切准备 接受这个事实 所以怀兵 赶紧退出 你先去我办公室等着 我去和赵市长汇报一下 请进 书兰呢 赵市长 我想向您 汇报一下东方的事情 我也正想和你聊聊东方 干得真漂亮 一登台就赚了个满堂彩啊 您这是指 还想瞒我 东方和高地的合作啊 这个点你抓得好 有点大手笔的模样 你成熟多了 你出来的 我去做了这个事实 你把这事实交叹 你把这事实交叹 你把这个事实交叹 你这事实交叹 书兰 记住我的话 好好干 对了 告诉郡永昌 他要是跟你配合好了 我给他继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哪儿去 去纪委 回你的东方集团吧 出兰 钱明天就可以到东方账上了 这是底量的复印件 你看看 怎么 你还在迟疑 当然了 怀兵 你疯了吧 我很清醒 你清醒 明知是个坑还往坑里跳 我要是不拿出这笔钱 东方可就真的是一个坑 别忘了 这坑里有我的战友 有我曾经同生共死的战友 说实话三十年前 我张怀兵就看透了生死 眼前的东方集团 这五千多职工 五千多个家庭 拉一把松松手 他们的命运 就是生死两重天 主兰 今天我虽然是个商人 但即便是再唯利是图 也做不出见死不救的事 可是怀兵 东方的案子是捂不住的 我也拯救不了他 你要是印王里进 就是在逼我做出 我最不愿意做的抉择 党性 原则 方方面面要维护的事情 太多了 难哪 我这方面你不用考虑 倒是你 该换个角度想想 东方已经有了清气象 只要你能把握好这次机遇 过去的什么走私违规 都阻碍不了他 你还有什么悲观的 你想想 你有能力处理好东方的事情 我有实力鼎力相助 东方集团的命运 其实就在你的一念之间 就在学童谤 就是你 叔父之一 我的布盖园 已经打好了 剧厂长 你在会议室等我 我和张总马上就到 好 好 老连长 张董事长 我是恭喜你成为东方的救星呢 还是恭喜你趁火打劫成功啊 老官 这话说得有点恶毒啊 怀兵啊 东方这么大 你咽得下去吗 这我有点怀疑啊 不用怀疑 老连长 这些年 我不是跟一两个高手过招了 再难啃的骨头 我也能给它嚼碎了 别忘了 咱可是铁道兵啊 那我得对你刮目相看了 又捧杀我 我去看看老街 张总 采访一下你吧 还是先去采访副社长吧 好 哪天有空啊 我请你 又想蹭我的好酒 小气了吧 这回不蹭你 是感谢你 感谢什么呀 这回你不光是救了东方 也帮了舒兰啊 是吧 我得替舒兰谢谢你 今天钓鱼吧怎么样 钓鱼免了 钓完了 我还得搭上酒 别来这一套 老魏啊 说实话 我也是在帮我自己 嗯 嗯 躲我干什么 躲你 我谁都躲 你是觉得你输给鸿途了 你这个战友 太美了 我弄过了 你不是最喜欢看三国吗 曹操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多疑问 是败不哪 几千人的大厂指着你呢 以后少搞歪门邪道 老伯 我跟你说个事 那天咱俩下棋 我看你公安包呢 我就猜到 不是我故意看的 你那公安包没拉眼 我是这么看的 你是小偷啊 不是小偷 我又不是拿出来看的 老菊啊 所以说要少搞歪门邪道 只要你能把厂子搞好 咱们还是朋友 这 你习惯那医药费我不尽力了 你让你很快 那你还没长寞 希望ласти 明平 明平 喂 明平 娘呢 我们在汉江龙 汉江龙酒店到那儿干什么 你赶快来吧 好好好 来 干点啊 给你倒点水汁 您啊 快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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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坐 高虎 你们也来了 微观专门指示 让大家一起来热闹上 快去那儿干什么 赶快过来吧 好 好 坐 快坐吧 老冠 你好 来了 儿子 我都不知道 你上这儿来 你快好好谢谢 庭监 怀兵 还有领导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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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冠 今天是咱娘是八十大寿 得扮得像点样子嘛 是 是 来来来 大家取飞啊 咱们今天都尽兴 都多喝两杯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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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席之前给我两分钟 我给大家讲个故事 这个故事啊 就跟咱们今天的 老兽兴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是啊 您老不是有块玉佩吗 是 就是这个 这个玉佩 原来是一对吧 对啊 那个 那个在汉生他旧那儿呢 他就四九年去台湾了 再没消息 我就一直拖人找啊 后来说人没了 死在金门 这个啊 是一对合合璧 对 对 他是我最疼的一个弟弟了 当时是爹妈给的 爹妈说 保长命百岁 可 可 可也没保住他的命 他还揍到我前头了 干嘛 有个人知道这个事情以后啊 就一直在帮您找这块玉佩 真的 他通过在台湾的关系啊 多方打听 找到一条线索断了 找第二条线索又断了 第一年没找着 第二年再找 第二年没找着 第三年接着找 他把在台湾的这个关系啊 全都用尽了 还是没找着 但是咱们这位有心人啊 他没放弃 他发誓 一定要找出个结果 帮您老了却这桩心愿 也许是苍天不负有心人啊 现在这块玉佩啊 有消息了 在台湾的一个收藏家的手里 这个人他也是个老兵 于是呢 咱们这位有心人啊 就花重金把这块玉佩 给您老请回来了 这 这 这是老卫的 这什么宝的呀 老卫这 这 这 这盒 你看看 你呀 你们老抽 你呀 你呀 你别激动 你别激动 别激动 你呀 这好事 这好事 好事 他妈 这个玉佩啊 这两天一直搁我那儿呢 就想等着您八十大寿 给您一个惊喜 我跟你说啊 这个有心人就是他 怀兵 怀兵 阿娘 阿商 敬酒 好好好 敬酒 我敬酒 我敬酒 来 怀兵 来 怀兵 怀兵 谢谢 谢谢 来 谢谢 谢谢 阿震 终于出来了 怎么样 改过自新了吗 当然 等着外车开过来 去吧 千万别回头啊 去吧 去吧 上车吧 去吧 可以啊 谁发横财了 这车不是我的 这有干爹的 姐你当然要大排场了 是吧 阿双 阿商带你吃大饭去 张总 张总 哪有老板亲自上阵炒菜呢 我在道上怎么混的我 这不是说我的菜炒得不好吗 张总 您看这 油烟挺大的 你要玩 咱下班玩成吗 去找条姜年 啊 要大个的 好好好 有多大的仇啊 两个大男人有什么不能说的 行 我走开 你们自己解决 请进 别 这是我特地给你准备的 知道怎么才能让他立起来吗 二斩 一个男人想要成功 想要稳当地立在这个世界上 一定要试点苦 一定要经历一些磨难 你只有经历过这些你才能 行行行行 双儿 别再拿这套悬前门里的 就跟我说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吗 我想说 想跟我道歉 不用 这事我一点没怪过 像我这种人 进监狱早晚的事 就算不是因为你 我也不可能跑哪儿去 况且我弟在这儿 我能去哪儿啊 我进去我认了 说心里话 我还挺感谢你的 在里边啊 我把一切都交掉了 反而更轻松啊 而且在里边这段时间 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不过双 你这套学金班理论 要用到什么时候啊 你懂什么叫社会 什么叫成功吗 我当然知道 我身处的那才叫社会 你身处那叫边缘社会 别逗了 咱别那么幼稚 成熟点吧 你自个儿绕着镜子 你这叫成熟 你成熟 你成熟都进监狱了 成熟的连工作都没了 成熟连自己弟弟都看不起你 我要想找借口 我能找出一火车来 你信吗双 我刚才说了 这事我一点都不怪你 不过话说回来 要真是你自己拿我弟弟当鱼 钓我 引着警察来逮我 这真是你故意的话 我挺佩服你的 可这是吗 你又知道你爸拿你当枪使你都不知道 你成熟吗 你说什么 我说你又知道你爸拿你当枪使你都不知道 你成熟吗 你再说一遍 双 我真是对你无语了 你要再拥一套光明灿灿的理论 知道你的一生的话 你早晚变成你那六亲不认的爹 你就是你那六亲不认的爹的翻版 你知道吗 你看看这儿 睁大眼睛看看 这是卫星他干爹开的 你能保证以后你能开一个这样的东西吗 卫星现在是副经理 他妈是副市长 他爸是副官长 对 你爸也是副官长 但是你看看人家怎么混的 你看看人家的生活 你要再这样下去 你俩早晚地分手 卫星早晚地把你给甩了 不对 是你早晚地把卫星给甩了 知道为什么吗 就是因为你的自尊心 因为你觉得你配不上他 明白没了 棺双 我的人生 肯定是不会成功啊 如果你要再这样下去 你也一定不会成功 这就是我在狱里想清楚的事情 也是我今天要告诉你的 鱼来了 你怎么还站着 坐 干爹听说你要给阿正接风 亲自下厨做的鱼 还不快谢干爹 坐吧 怎么了 肯定是又吵架了 没事他们老这样 一会儿就好了 干爹你别介意啊 做啥呀 张 这多长时间 没上你站住这儿来了 有点不像话 来 赶紧敬你干爹一杯酒 你不是有事要求干爹的吗 你拿着呀 你拿着呀 真是的 我来 干爹 他们俩有误会 双本来是想劝阿正去自首 结果 叔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 然后把警察给引来了 其实啊 双也是好心 行 我傻 我幼稚 他成熟 你不是成熟吗 你不是懂社会吗 现在成功人士就在你面前 你怎么傻了呀 说话呀 我在帮你帮你找工作呢 求他呀 干嘛呢 双儿 别这样 喂 什么 我马上到 怎么了 叔 我 我一会儿先走了 我妈那边 走 怎么了呀 去吧 你自己说 自己求人家 叔 叔 保护我 叔 按钮上给我打电话 会点什么小伙子 没关系 年轻人犯点错算什么呀 改了就好 没准今后也是个成功人士 对了 叫什么名字 小伙子 慢点 慢点 我 阿震 你怎么了 怎么了呀 阿震 怎么了呀 你怎么也走了 干爹 他怎么了 你说谁 是他吗 故事走 没关系 都是年轻人 有点摩擦那是正常的事 我和你爸还有关注他们 年轻时候也这样 没事 今天真是的 对不起啊 干爹 没关系 可惜这条鱼了 咱们吃 快 不吃就凉了 观众说要求我什么事 是这样 阿震呢是我跟双的同学 我们从小一起玩到大的 他也不容易 他是因为他弟弟上学 才犯的法 我们是想求您 能不能让他到公司来上班 他的人品我可以担保的 他是让你观叔给抓进去的 为什么事 好像走私 你和双的意思 是想让他到我公司来上班 没问题 不过 你得给我说说他的从前 好 好 观叔 怎么回事 刚才阿姨突然收拾东西要回家 然后爸爸就来了 不让他回家 阿姨就哭了 说自己不想在医院待着飞要走 你快去看看吧 妈 病还没好呢 别着急出院呢 等病好了再说 本爱晚期 我在等死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自己的身体自己最清楚 你把他的身体带去 我怎么怎么反过 你是不是 说什么 你站这儿 我怎么了 我什么 你不知道 把你送我 你带你送我 我还给我 然后你带你带你来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